巴西总统鲁拉在本月的13日在上海出席这个巴西前总统罗塞福宣誓就论这个金砖国家组织的新开发银行的行长的典礼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观点 也就是为什么全世界一定要用美元 为什么不是用人民币作为全世界兑换的货币 那鲁拉的发言当然也是说到北京当局尤其是北京的人民银行的一个新坎里 因为早在15年前的时候中国也就提出了一样的质疑 而且他多年来一直持续的想要去取代美元的一个比例 那当然就会有媒体在针对这件事上面做了很多不同的报道 尤其是在面对乌俄战争之后 俄罗斯的经济跟中国有大势的接近 尤其是在这个货币的政策上面 所以就有人去谈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货币圈正在逐步形成的中 那这有可能会改变这个国际贸易的一个生态 但这样的说法其实非常的不公语 因为你要说人民币的货币圈真的有在逐步形成 当然可能跟过去15年相比人民币一切相对来说比较重要 可是它的重要性跟美元相比的话差距还是很大的 毕竟我们拿去年的一个资料来看 美金目前占有87%的全国贸易市场 也就是有87%的一个货物在全世界进行贸易的时候 它是以美金为基础货币在做交易的 那这个人民币呢 人民币虽然说跟过去相比 它也确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 但事实上它在目前全球的贸易的一个结构之下 它只占3%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你要说一个占有3%组的一个货币 可以去拼倒这个占有87%的这个全球贸易市场的美金 我觉得这某种程度是吃人说梦 那甚至是其实很多报道也有指数来说 连中国的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 常常也都是以美金作为这个交易的基准 因为人民币它的币值浮动的比例可能性比较大 那更不要去提说 虽然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市场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第三大的市场 这个欧盟 那只要欧盟还是以美金 或者是这个欧元跟美金之间 还是彼此以这样的一个实质的方式来做贸易的话 那没有办法把欧盟跟人民币的一个接口给对上去的话 那其实中国真的要去取代美国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某种程度也是一个白日梦 基本上更不要去提 事实上虽然说欧洲国家跟中国在货物贸易上 只有很大的一个依存度 毕竟中国是过去是世界工厂 所以中国很多低廉的产品都出口到了欧洲了 可是事实上在以欧盟的这个金融市场来看的话 美国才是欧盟最大的一个投资国 而且它的投资量是中国的好几倍 甚至是达到十倍量的一个基准 那更不要去提及人民币有很多潜在的一个风险 或者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你真的要让人民币来取代美金的话 它有很多道的鸿沟可能是无法跨越的 第一道鸿沟就是人民币它的基准货币 其实就是美金 换句话说了 今天人民银行它要印出多少的人民币 它要让人民币在这个世界上去流通的一个比例 其实很大一个程度是抵押在它的中央银行 是有存有多少的一个美金的 也就是美金的外汇存底去支撑人民币的币值 也就是人民币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由货币 所以因为不是自由货币的关系 它必须要有一个基准才能让全世界的人民 或者自己国家的人民去相信 这样的一个货币有它的一个币值存在 那只要人民币依旧是依循在美金的一个基准条件之下的话 其实人民币它不大可能有办法取代美金 因为美金的一个浮动就会影响到人民币的浮动 那再来就是中国的这个 因为它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所以它又不只是不是民主国家 它也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所以人民币的一个流通或人民币的一个发行 它其实是在一个很封闭的条件之下在进行的 也就是今天对于其他世界国家或者是商人来说 它今天如果要用人民币来做这样的一个贸易的话 它必须要评估这个人民币的风险有多高 那因为人民币的资讯不透明 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货币 那现阶段来讲会想要采用人民币来做贸易基准的这些国家 或者是会真的使用人民币来做交易的这些国家 大多数还是总开发中国家 或者是它的经济体非常的薄弱 它必须要透过中国的某种程度的一个救援 才有办法去支撑其他的一个经济 那对于这些国家来说 它当人民币当然有一定的一个诱因 美国啊 美国在对这些其他发展中国家 或未开发国家在做援助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去跟你谈条件 它希望你在人权上面啊 希望你的这个援助的金额是真的有用在人民身上 但中国的援助常常都是直接给了这个独裁者 然后并没有做这个事后的监控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人民币要去跨越到这些已开发国家 或者是这种先进的一些经济体 来作为几种货币的可能性 几乎是不存在的 所以目前这些报道 特别去谈说这个人民币货币圈的一个行程 我觉得那种程度都是有点是过度的夸视的 因为事实上就回到最根本的 人民币其实只占全球贸易的3%的使用量 而他们想要取代的美金到目前为止 还有87% 那3%对上87% 这个足足差了将近30倍的一个距离 我是不大知道说短期之内人民币要用什么方式 才有可能可以取代美金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